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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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叔开始缩小速度范围 确定了所有在冷卷下车的乘客 那么能够确定的目标就比较明显了 胡叔确定了几个目标之后 便开始有意无意的靠近他们 胡叔首先找到了鼻鼎女 但是打开了鼻鼎女的背包之后 很快胡叔便将他排出在外了 突然胡叔发现了一名男子 鬼鬼祟祟的去后车厢打电话 非常可疑 当胡叔问他是不是普兰的时候 男子便开始紧张的醒来 两人肢体接触了一番之后便不晃而散 可是当胡叔再次见到这名男子的时候 他已经硬茫茫了 其实他也不是普兰 他是一名FBI 为了躲避即将上车检查的警察 差点将胡叔这老骨头架子都整上架了 幸好有惊无险的躲过了警察的搜索 列车即将到达冷卷站 胜给胡叔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是由于列车太长 人太分散 所以胡叔所信将车上的空调全部给整坏了 就这样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了最后一件车厢中 胡叔大声的说出了自己被威胁的整件事情的始末 大家对胡叔说的这件事情表示很震惊 因为在座的已经没有多少人了 胡叔拿着枪开始逐一排长 就在这个时候 列车长却发现驾驶员不知道啥时候被打死了 并且列车刹车失灵了 前面是大转弯 看来为了一个普兰只是要灭了一个列车的节奏啊 不过幸好胡叔还是有主角光环的 他成功的将最后一节车厢和主车脱离开来 等到车厢停下来的时候 胡叔立马要求所有人将玻璃给胡上 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所有人都有生命危险 就在胡叔排下了所有人之后 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普兰 普兰从背包中拿出了一块硬盘 原来这就是神秘人要找到他的最终目的 这是一块涉及权贵隐私交易贪污受贿的证据 警察这边派了警察男过来和胡叔谈判 作为一个老朋友 胡叔很相信警察男 但是却发现警察男已经被所谓的神秘人给策罚了 警察男想杀了普兰 然后嫁祸给胡叔 却发现列车上所有人都主动的站了出来 承认自己就是普兰 胡叔在和警察男的打作中深重数刀 但是最后警察男还是死在了枪口之下 等到警察冲上列车的时候 车上所有的人都为胡叔作证 并称他为英雄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有很多的反转 一次次的推测被打翻 一次次的希望被破灭 但是主角没有放弃希望 看完结局我们才刚开始 警察局长的那句话就是暗示 好了 本期的电影推荐就到这里了 喜欢馒头的话记得加关注哟 拜拜